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在上個禮拜四台北股市 因為台積電法售會大漲之後 這幾天有一點點 溫火慢噸的味道 大家都期望萬八趕快來 可是就有一點靜觀情缺 不過盤面上面的氣氛還不錯 儘管台北股市這兩天沒主流 可是中小型股 還是相當的活躍 大盤今天開小高之後 就一路在平盤附近震盪 中廠一度翻黑 跌點收的漲幅收斂 尾盤是收漲 一點收在17875 成交量縮2651億元 今天護國神山沒表現 但連續三天手穩 跳空缺口的關卡 倒是二哥連發科 今天為什麼漲呢 他旗下的小經濟打發 有切入相關的車用晶片 有開花結果的這個意涵 連發科今天是開小高之後 一路的向上走高 而且是收最高站穩 季線關卡 那核碩部分呢 據傳他是AI聘的獨家代工大單 被他吃了 核碩股價表現也不錯 令人留意到的是這個台化跟台塑 為什麼第一檔反彈了呢 因為陸股看到有一點點 止跌回穩的跡象 據說中國官方會連續幾天 召開記者會宣誓救世的決心 我們知道老師已經講過好多天 陸股現在可以留意 跌無可跌 是不是真的可以大膽加碼了呢 我們先從台北股市來做觀察 老師 這個台北股市 今天持續有上上功的動能 只是亮縮 主要是因為目前沒有看到這個主流 跳出來表態 那貴買方面呢 出現了連四紅 那嘉全今天的小黑K 是終結了連四紅 代表說大型股喔 漲勢暫些 但中小型股持續的來做表現 我們怎麼觀察 在封關之前是不是說 大型股真的要休息 往中小型股比較有機會 對 沒錯 我想當然啦 你看到今天亮燈 它是呈現萎縮的現象 最主要我想 最主要是靜觀情趣 因為今天離17956的高點 大概只剩下12點 對 十幾點 十幾點 所以大家當然會稍微的擔心一下下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這個會往上來進行突破 因為剛剛提到 其實現在的美股的財報季的部分來講 其實優於預期的 我相信會比較多 那所以往18000以上來進行挑戰 這個是正常的 那當然 越接近封關的時候 有可能動能 現在離封關還有一段時間 八天 對 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覺得 大概離封關 比如說剩三四天的時候 相對上來講 那時候動能就會比較減弱 不過那時候指數應該已經占上萬八以上的一個水準了 好 為什麼行情這麼好 我們從這個拖累雅股的路股來做觀察 昨天美國股市當中標普還創新高 可是稻穷金融指數大漲為什麼呢 因為好多的中概股 阿里巴巴 小鵬汽車在美股掛牌的中概股 擺脫了股底之後全面的上牙 而鹿股創五年新低 那中國股民現在真的很慘苦中作樂 說賣這個杯子 A股2700點保衛站 人家還說可能有更低 2600點保衛站在大陸賣翻天 那還有人自嘲說這個 黃酒 無論你上輩子做了什麼孽 只要這輩子炒A股你就還清了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悲情 可能都覺得還滿幽默的 但有沒有可能可以翻轉 這樣的一個型態呢 因為大咖來了 不只這官方救市 連大老闆我知道你還有錢 你要出來給我救市 馬雲增持五千萬美元買阿里 那這個大股東蔡崇信 也大買了1.5億美元的 阿里巴巴股票 阿里巴巴 昨天美股當中暴漲了7% 創下去年7月以來最大的漲點 鹿板的國安基金兩兆的人民幣救市 因為鹿股港股遭台股碾壓 出現了黃金交叉 習近平為了要救面子 真的要靠官方資金去投入嗎 兩兆的平準基金來了 高盛說影響很巨大 可是今天鹿股的表現 上半場有一點差強人意 會不會其實 只是短線上面的震盪 因為大陸都已經開記者會 我要連續幾天要來召開 有救市的決心跟動作 超股EDF 會不會現在可以用力的加碼呢 另外如果鹿股好了 台北股市會不會更好 對 當然鹿股腳好了 台北股市當然也會好 另外的鹿股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說像馬雲 蔡崇信這一些創辦人 其實之前大家有傳說 是不是在賣股票 尤其馬雲 結果發現沒有賣股票 還加 還在加碼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鹿板的國安基金 你試想 台灣的國安基金 戶盤的時候 說真的 絕大多數的時間 其實股市之後都是真的大漲 而且都戶在低點 都幾乎在相對低檔的位置 你看它的力度 就是說一開始在戶盤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政策面 比如說停止農券 平板以下不能農券等等 到最後面的時候 台灣真的啟動國安基金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低檔區了 開始就有機會開始出現 低轉的一個現象 現在來的 我跟大家報告 鹿板的國安基金已經上了 你一定還是不信啊 因為 對 說真的大家是覺得 被電很多次 對 大家覺得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次的力道真的不一樣 假如是這樣兩兆的一個平準期間 其實你要相信 2008年那時候 其實美股還在跌的時候 其實大陸的股市 領先台股已經先上來了 拉掉舊的意思 因為那時候也是 四兆的一個救治的一個方案 不管是家電下鄉等等 這一次來講的話 其實它要籌所謂的 傳出兩兆的平主 進行來進行庫盤 那有可能本週會公布 那高盛說 假如真的進來的話 那它的影響力會非常的巨大 當然是啊 假如兩兆 這什麼概念啊 這還不影響非常巨大嗎 好 所以這一部分來講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 我相信 露股這個地方 政策的決心會非常的大 因為假如再不救市的話 其實說真的 當股民的信心完全崩潰的時候 你就很麻煩 那現在 來 另外的你看一下 除了政府的一個救市之外 對不對 阿里巴巴來講的話 以95億美元來回購 2023年的時候 就去年8.979億股 是回購力最大的 中國的互聯網的公司 那它的創始人 馬雲跟蔡崇信 也大幅增加阿里巴巴的持股 所以當這個消息一公布的時候 昨天的他們阿里巴巴大漲的 7%多的一個水準 另外的 你看一下 整頓網友草案遭到撤處 這個也是政策做得多 在一兩個月前 大家記不記得 對 提出草案的人 已經馬上被虎掉了 對 沒錯 被敗了你知道嗎 結果油漆股大漲 然後香港的證監會 也要發表等等 真的是毛起來 其實它真的毛起來 可是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相信 股市就是這麼好玩 就是大家 沒看到股市漲的時候 你都不會相信 你真的都不會相信 然後等到股市漲了之後 漲了10% 漲了一盒 就說 對 原來是這樣 可是那都是火車過 你在那邊咪咪講有沒有 沒有啊 你看一下 阿里巴巴 這個是阿里巴巴 你看一下 它的股價真的昨天大漲 另外一個 其實你要也要看一下人民幣 我跟你講 我剛剛報告 貨幣的部分來講的話 往往會領先股市的部分 你看一下 人民幣真的開始出現往下市升值 前幾天它就開始出現升值了 就是代表大陸的政府 它也不希望人民幣 再繼續的貶下去 它已經看 你已經看到它的心意了 你知道嗎 也不是心意 是真的有在做事情了 好 那A50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也是相同化 跌到這個地方 突然之間拉出長的下影線 其實最近這幾天 其實說真的都是爆量 那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你去看一下 它的A50的ETF等等 大陸的 其實前幾天真的都低檔爆量 你只好會看現行的你就知道 當股票跌了一大段的時候 在低檔爆量 還沒有破底的時候 你不覺得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假如以這些股票來看的話 其實誰會先拉 你試想 台灣的政府也一樣 你要讓股市穩 你要先拉什麼 一定要先拉全值股嘛 像台灣護盤也是一樣 護這些全值股 那A50就是深圳跟上陣的 這50大的 兩個市場裡面 50大的一個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A50的股票 相對表現是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 投資朋友們 你真的假如要操作的話 就要買入股 你先A50 之後你再去考慮什麼深圳300 什麼等等那一些 稍微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一定要A50 你先買龍頭 對 你先買龍頭 因為救市一定是從全值股下去救市的 他不會去拉抬那個一點點全值股的 那個沒什麼意義好來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好 你不相信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報告 市場大陸的股民 我們先看一下 大陸的股民對自己的股票市場 國內非常不相信 結果他去買什麼 你說瘋了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 大陸股民瘋狂 日本跟美國的ETF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說真的已經 我是覺得真的已經很瘋狂了 就是對國內的股市 真的已經唾棄了你知道嗎 連國外的股 有錢連去買國外的ETF 然後重點是你買對那就算了 你比如說美國50ETF 這個應該就是美國的 前50大的一個權重股 今天這些股票我跟大家報告 你像這個 那個從9點半停牌到10點半 昨天也一樣 停牌為什麼 因為溢價太高 到昨天來講 它的溢價率 它的溢價率 ETF它有一個美股價值嘛 對不對 就是用它的一個成分股 下去計算的 它昨天已經21% 今天又漲停 這個溢價已經32%了 結果溢價32% 就像你現在買台灣的0050 現在的市價比你的美股價值 高30幾% 你還會去買嗎 不會嘛 所以你看一下 因為它只看到美國你知道嗎 那NASDA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個也是一樣 溢價率到昨天18.2% 另外一個日清 日本也一樣 所以你看他們是不是都在封 封所謂的日本跟 跟所謂的美國的部分 這個溢價都非常高 像這個也都是 今天9點半到10點半都停牌 停牌之後開始 這個你去看一下 這兩檔股票 你投資人可以自己去關注一下 開始出現大幅的震盪了 我跟大家知道不知道 這種不跌則已 一跌這種都是大跌 因為它的溢價率真的太高 你看它的換手率好了 這幾% 這給我1,004% 這個都會嚇死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現在大陸的股民是怎麼想法 就是它去投機這些股票 反而他們自己本身有價值 所以你要反過來做 你不要去買這些股票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因為這種從基本面的角度 溢價率那麼高之後肯定崩盤 這個不用說什麼小跌 這個一定大跌 之後你應該現在去買大陸的股市 尤其在A50 我覺得會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好的 你看一下 剛才教授老師說的 9點半到10點半停牌 因為它要警示投資人說 你們不要再買了 結果還是很瘋狂 你知道一開玩笑就漲低 那這個今天就開始震盪了 今天這個溢價也非常高 大概有20%附近的水 你看一下 那你看這個 連續三天跳空漲了 對 所以我覺得投資本在操作上來講 真的有時候不要太過於頭期 好喔 那趙玉老師認為 從這個大陸官方用力用兩兆的 平准金來救市的決心 反而要提醒台灣的投資人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中國大陸股市 這個低檔反才有興趣 有信心可以往A50相關的大型股 ETF來做這個停留也可以來注意 那另外一塊 因為盤面上面這兩天 其實這個AI大局沒有發動 但是資金並沒有走 中小型股還是非常的活潑 那今天我們終於等到的是遊戲股了 因為就在明天1月25號到28號 農曆新年前最大的一場這個展覽 就是台北國際電玩展 據說今年會有300多個攤位 是歷來規模算非常大的一次 當然疫情之後又放寒假 一定要錶起來宣傳新的遊戲 今天這個自貫的股價 是供到亮燈漲停擺了 自貫衝上去了 那哪一些遊戲股 其實遊戲大作也很多 未接低還沒有很貴 可以來做布局呢 對 沒錯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看一下3293的心象 是不是我跟大家報告過會創高 因為這種高股息殖利率 然後投信也在買 其實你看一下股價創 一個族群有股票會創新高 說真的整個族群會熱 那當然這樣的題材 那你看一下 我們看分時走勢好了 5478的一個次貫 今天的股價 對 5478的一個次貫的部分 今天的股價也拉到漲停板 因為股權之爭 3086的華裔的部分 華裔也是 今天的股價來講 也拉到漲停板的一個走勢 那我覺得其實就 當然有些人啊 有些人 當然今天我相信有些人提早考 那有些人會覺得 會不會開展之後 股票開始又不行了 會怕 對 一定會嗎 但之前其實沒有什麼漲 沒什麼漲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這一塊來講 我覺得真的 你像橘子啦 或者是大雨汁啦 等等這些 我覺得這些股票基本上來講 都應該還會震盪走高 應該不至於說 因為今年的預估來講 其實EPS會比去年成長 我覺得這一塊 大家是還是一樣 可以特別的留意 因為畢竟基本面 是比去年還要成長 有這個基本面 跟獲利數字的保護 買起來比較不用擔心 那另外一塊是我們老師呢 在前幾天就跟大家 領先掌握到的題材喔 AI時代的硬碟大突破 那吸結加速 這個磁路密度的進程 就算是連大謀都認為喔 AI晶片首選已經不再是灰打反 而是waiting 也是這個硬碟相關的概念股 那老師認為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個AI擴散的效應 在盤面上面對股價的影響 我們幫大家持續追蹤 對 沒錯 我想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在前幾天也跟大家講過啦 好 那好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看一下 吸結的一個股價來講的話 因為它要公佈財報了 美東時間1月24號盤後 它會公佈財報 那另外的就是waiting的部分來講的話 在美東時間1月25號的一個盤後 它會公佈財報 那當然我覺得啦 其實假如說就過去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公佈財報基本上 由於預期的期位它是比較大的 所以假如真的又於市場的一個預期 我相信你看它的股價 其實說真的 這個都是創新高的 這個股價來講 其實今年以 從最近這一年以來 漲幅其實非常的大 我想最主要就是硬碟的關係啦 硬碟的關係 好 那光陽克的部分 其實之前 前幾年也跟大家講過 你看一下喔 178號的光陽克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種股票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地方的大量好了 你打這個地方的一個大量區 對 這個地方的一個大量區的低點 就這一波以來最大量 它的低點是在38.2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股價根本不太理會它 早就站上了 站上之後還慢慢 你不覺得這種形態來講 又不需要用什麼量 它就已經站上 因為這邊有稍微的兩天的大量 所以當然上面有一點點套牢 它就行進間 其實說真的 就用換手的動作 所以42.2這個高點 其實說真的 這個地方並沒有什麼 太多的套牢量 對 因為最大量已經過了 對 已經過了嘛 你大量區的低點都已經站上 甚至於大量區的高點 它都已經站上的情況之下 都已經突破 其實這種就是攻擊訊號 只要量能一出來 我相信這個價錢只要一突破 因為畢竟去今年的EPS 有可能預估2.6的一個水準 那假如說你給它20倍 大概有50出頭 所以我覺得突破完之後 股價應該 你看這種形態 類似WD的形態頸限 只要突破 我覺得股價應該會有強漲的一個機會 好 那如果說大家要對 趙雷老師所講的資料有興趣的話 老師可以從哪邊去索取呢 對 我想你可以加我們LINE的部分 加LINE 然後來跟我們索取 打加1來跟我們索取周報 因為我們的周報其實裡面 不只針對產業的部分 也有一些的個股 我想這裡面包含了 比如說台積電供應鏈 WiFi 7 遊戲等等 蠻多的族群 以及看好的個股都會在裡面的 好的確 如果對於路股相關的 未來路股的發展有興趣呢 也可以跟教育老師來聯繫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跟老師來詢問 資料動畫裡面 同學問題也都可以提出囉